而就在脸书历经史上最严重的全球大当机之后 公开脸书运作黑幕的吹哨者豪根 也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再度指控这个社媒巨头 罔顾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放任仇恨还有错误的资讯在平台上蔓延 还隐瞒了内部调查结果 为的就是要保住丰厚的盈利 他就形容脸书如今已经成为了科学怪人 需要公权力出手管制 长期被抨击为分化社会元凶的社交媒体巨头脸书 如今再陷入新一轮风暴 公司前产品经理豪根透过媒体大爆公司内幕之后 星期二受邀到美国国会参议院 出席商务委员会听证会 他再次指控脸书危害儿童身心健康分化社会 虽然公司对这种现象完全知情 但却为了利益拒绝调整改善 继续放任仇恨及错误资讯 在平台上蔓延 就怕口说无凭 豪根在离职前还偷偷引印了公司内部的研究资料 上万张的文件显示 脸书公司自己进行的调查都显示 Instagram对青少年有害 包括加重自杀倾向和饮食失调 而脸书的特殊演算法 更是会放大仇恨及错误资讯 甚至导致政治不稳定 可是公司为了留住用户赚取利润 选择隐瞒 不肯诚实对外公布这些资料 除了隐瞒关键资料 还长期误导公众 公司内部甚至养成一种文化 认为公开资料将会引发误会 追根究底豪根认为 握有公司超过一半股权的 脸书创办人扎克伯格 不可能对这种情况毫不知情 但他却无动于衷 难辞其咎 豪根形容脸书如今犹如科学怪人 对全球都构成一定的危害 而且已经道德破产 需要公权力强行介入 纠正乱象 除了呼吁立法机构 迫使脸书将研究资料公诸于事 他也呼吁应该将脸书 使用年龄限制 从13岁提高到16或18岁 更大限度保障青少年身心健康 脸书创办人扎克伯格 也在听证会后贴文 否认为了利益而蓄意 将愤怒讯息推销给用户 形容这是完全不合逻辑的 绝对没有为了利益 网顾用户安全 他还说没有任何科技公司 会打造让人生气或沮丧的产品 我会打造成为了利益 打造成为利益